中医专有名词中的精气 其实精语气是不同的 但这本书的对象不是特别专业狗 所以就统而论之 精气是人身体中的精华物质 要说什么对身体最好 就是精语气 而且这精语气还不能从外面补足 只能通过身体汲取食物和空气的精华物质而生成 精气有很多作用 经上冲到脑补 形成脑水 能增强记忆力 充斥骨头 使骨头坚固 精生气 气外走皮肤 使得外面的病毒邪气不能侵入人体 这就是抵抗力形成的基础条件和根本 动机皮肤干燥 你必须懂得的中医名词正与病 我在这就向大家阐释清楚 中医和西医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不要相互混淆 比如咳嗽 只要是咳嗽 西医掀起一个很吓人的名字 支气管炎 然后全部用同样的药 中医不同 中医听到病人说咳嗽 中医并不能因为咳嗽就开始用药了 而是要问清楚 您是白天咳 晚上咳 有痰吗 痰什么颜色 怕冷吗 咳了多长时间 同而言之 咳嗽是病 但为什么咳就是症 为了厘清症 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 两个病人 即使有一个问题答案不同 其他问题答案相同 那么一个好的中医 开的药方就不同 这就是症和病的区别 这里要大家记住 中医重视的是症 而不是病 什么是表和理 表理症 统而论之 在皮肤表面或者经络血脉的 比较浅的疾病 什么风寒 发热 因风寒引起的咳嗽 这些都是表症 而理症就是内在脏腹的疾病 好像下痢 吐腻 和各种脏腹的癌症 什么是寒和热 作为中国人 这个应该很容易理解 对于热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夏天被太阳照耀的情况 你会全身出汗 很热 口渴 很烦躁 其实这些都是身体弱的症状 对于寒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冬天零下几度的情形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你会觉得冷 无论穿多少衣服 都会觉得冷 还有不想喝水 没有汗出 因为冷而毛孔紧闭 不想出门 甚至连动都不想动 能躺着就躺着比较好 这些都是身体寒的症状 中医问二变 中医问二变 一般来说 正常的小便是微黄色的 热症的小便是黄色的 寒症的小便是白色的 这对于区别寒性便秘 还是热性便秘 很有帮助 不过在现代社会 吃了西药后 小便也变成黄色 这不是吃了西药以后 变成热症了 而是西药毒素太多了 对肝形成了损害 肝脏排毒所致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西药毒不毒 吃了以后 小便颜色变成干病的 小便颜色一样 所以问小便时 要问问有没有吃过西药 这样才能准确判断 还有就是小便次数 小便次数多的人 肾脏功能比较不好 咽尿次数多的人 肾脏已经虚了 小便失禁的人 说明病人 已经有很严重的肾脏虚了 应该大力用中药补羊 最好配合爱酒 大便 正常的大便时 一天一两次量足 排便顺畅感 成型 不细 不带血 这个概念很重要 众所周知 大便是排毒素的 当病人大便少时 毒素机在体内排不出去 就很容易造成各种疾病 如果是热症便秘 往往会使得 造气上冲头部 使得自己有口臭 满脸长痘 头晕脑胀 脾气暴躁 如果是寒性便秘 就会导致毒素聚集 被肠粘膜吸收 送到血液 血液中吸收了毒素的结果 就是引起头痛 尖酸 木炫 卷带感等各种各样的症状 而且 素便堆积的话 最终会引起大脑和心肌淤堵 脑梗塞 心肌梗塞 癌症 皮肤也会变得暗黑 生斑 这是因为毒素浮出肤表所致 引起各种难以治愈的皮肤病 西医所谓神经性皮炎 胶原性疾病 悲剧的是 现在很多中医 连寒热都不能变着 把寒性便秘 当成热性来致 或者反之 只能导致便秘 越致越重 一个中性的做法就是增加膳食纤维 我推荐过不少便秘病人服用 为了避免大家留言问我选哪种膳食纤维 直接公布答案 肥大膳食纤维比较温和有效 不伤脾胃 如果找不到名医 也要保证自己每天有一到二次的排便 曾经有一个朋友 吃了一段时间的肥大膳食纤维后 大脑的血管膨胀和运动神经麻痹就改善了 一般来说 肠道左侧的宿便与左脑有关联 肠道右侧的宿便与右脑有关联 如果肠道右侧积存了宿便 右脑的血管就会膨胀 于是压迫右脑 使左侧的运动神经麻痹 左手手向变差 特别是肠道右侧的宿便 也就是说上行节肠的宿便 很不容易排除 所以从现在开始要注意每天的排便 搞懂淤血和水瘾 淤血的一种形成方式是身体太寒 血在身体里面行走速度过慢 体内的血逐渐形成血块堆积在血管里面 或者身体其他部位形成淤血 另一种形成方式是病人曾经摔伤就会形成淤血 最明显是皮肤表面有黑了一块的淤斑 其实这还是在皮肤表面的淤血 有些摔伤比较严重 在肌肉里 在内脏都会出现淤血 常年不理 在淤血的部位 心血运行受到阻挡 就会累积更多的淤血 最终引起一系列的疾病 还有一种形成方式 现代食品添加剂或者农药的大量运用 有一部分的那些化学物品 通过喂吸收到血液里面时 会形成血的聚集成块 对于女孩子来说 体内寒或者穿得过少 或者吃了太多冰冷食物 例如雪糕之类 又吃了很多生冷的东西 体内阳气不足以化去寒气 寒气就很容易积累在子宫 形成淤血 到今期就会痛经 有血块 严重的还会形成子宫肌瘤 前一阵 我表妹得了子宫肌瘤 我让她喝中药 她死活不肯 说是会把牙和脸喝黑 她自己调研了一番 买了墨柔蜜元 三个月 到医院里查 肌瘤小了一半 为了维护我的尊严 以及再次证明 我强大的中医理论根基 我帮她弄懂了肌理部分 墨柔蜜元 同时包括了疏通经络 补充气血 疏通经络就能把体内的淤堵 寒气慢慢地撞开 精气就得以上通下达 这时候再补以优质的气血 形成精气 体内的淤堵 进一步疏通 囊肿就在这种 天天的循环往复下变小了 so 我不是排斥自然疗法的 水饮 是人们不正确饮水的习惯 所导致的 有些人喜欢大口大口地喝水 其实胃里面 并没有太多能力 去消化这些水 所以这些水 就会形成水饮 有水饮的人 是不想喝水的 体内有停水 但这些水在平时 是很难再被胃气化掉 因为它们会藏在一些隐蔽的地方 需要一切去水的药物 来帮助这些水排出来 中药副作用究竟咋回事 中药究竟有没有副作用 首先 中药是有药性的 有些中药是寒的 例如玄身 黄莲 黄芹 石膏 有些中药是热的 肉葱绒 八几天 桂枝 有些滋阴的生地 麦冬 有些补养的父子 干姜 中药的这些药性运用 是要看病人的情况 如果阴寒较重的病人 正常人也不会下悬生黄莲吧 再者 不同的中药 是有不同的作用的 有些中药去痰 有些中药去水饮 有些中药去湿 有些中药活血 有些中药破血 就是破开陈旧的淤血 有疏干的 有导引药器 去特定部位的 很多很多 每种药都有它对质的特定症状 所以用的对 艾草也是救命仙丹 用的差 人参也是毒药 没有没用的中药 只有不会用的医生 再向大家解释一下 中药所说的毒是什么回事 毒就是中药的偏性 哪种药偏向于羊 哪种药偏向于鹰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正常人吃了过多的悬参 悬参是阴寒的药 它就会出现阴多阳少 就很容易造成表虚 而外感疯寒 或者腰痛 或者下力 这就是中药对于中药毒性的定义 那么为什么中药拥有毒性 中药还用它呢 大家可以想想 阴阳平衡的人是不生病的 生病的人阴阳一定不平衡 那么一定是出现阴多阳少 或者阳多阴少 那么这种已经出现了阴阳不平衡的病人 该如何治疗呢 一个阴多阳少的病人 就应该用阳多阴少的药 这些药下去 因为它们的毒性在 也就是偏性在 就可以一下子 把病人体内不正常的阴阳调回来 这就是药的意义所在 举个例子吧 板栏根这一个很红很祸很万能的药 成了别人耻笑中医的一个笑柄 也是中医之痛的一个表现 板栏根真的有预防感冒的作用吗 我在这里确切地告诉你 没有 人为什么感冒 好 好 好